80. 香港商報A股沉重的一課過後,2015年7月11日投資分析A 05賓賓有禮途國賓內地股市在國家積極夠市後初遣穩定,人氣逐漸恢復, 也令港股大大喘一口氣,走勢向穩,值得注意的時, 此在週四反彈並未放量,資金進場並不積極,而A股市因為有很多漲停和停牌,所以無法放量, 兩者尚有區別,加上希臘危機依舊堪憂,此面臨考驗不少,受惠不水,此自4月起飆漲, 同內地股市一起用無人的成績吸引全球投資者目光,但畢竟兩市關聯度越來越高,此在堅持多月後, 總在本週手不住壓力而暴跌,可以說是損失慘重,回吐了今年所有的帳幅, 一起來回顧走勢,次連跌四週,在本週錯1162.83或4.46%,高見26261.53%,低見2836.82%, 均低於前一週水平,內地股市結束三連跌,本週升5.18%或190.888%, 週內高見3975.214%,低見3373.540%,均低於前一週水平, 真金白銀撐市見彩虹美聯儲不愧是極高一籌,在期望管理方面做得的確不錯, 而中國這個年輕的資本市場,要學習的環有很多, 週內次出現暴跌暴漿。 A股變是最大的影響因素,內地股市連續暴跌,跌到人心惶惶, 不說財富縮水,國家經濟發展都堪憂,國際大宗商品大跌, 全球股市都跟光勾起受挫,很多人責怪政府為何不在第一週下跌的時候救市, 我想中央應該有自己的考量,畢竟我們想發展資本市場,希望它自己可以自我調節,慢慢成長成熟。 然而,這場牛市從一開始就由國家手把手扶持帶,一下子放手任尤其自生自未談何容易, 再管理層發現如果再不救市,將會是一場不可預估的災難時,他們首先動嘴皮子, 到後來用真金白銀撐市,採取的諸多政策,從中央到地方,從國家隊到上市公司, 加上媒體正面的喊話,終於見到兩邊到側邊,加上週四大舉殲滅空頭, 融資盤消化得差不多了,方見與後彩虹,這是沉重的一貨, 吸投資者,也吸管理層,萬牛任重道遠這次救市所採用的政策, 很多涉及到風險控制,政府應該如何去處理,救市成功, 人性的貪婪會驅使大家再次用槓桿,用更多的錢去賭, 畢竟這麼大的危險國家都有我們到過了,事不事所向披靡, 再也不用擔心了,短期內,投資者還是很擔心的,小心翼翼, 但時鐘長期呢,為了這次救市,國家打出好多個重磅名牌, 接下來還由印花稅、印鈔票等幾個牌, 加上這次證監會把保險和銀行都綁在一起, 這場萬牛任重道遠,日線上,癡在州內前三日跌穿 五和二百日軍線,州五收復五日軍線, 州線上錄得一個大音竹,下影線長,五日軍線跌穿十日軍線, 五、十和二十日軍線街下行,不過五十日和二百日軍線支撐不足 M.A.C.D.雙線繼續在零續下方,並擴大差距 保力加通道漿口,運行在下軌附近 綜合來看,癡在州內短短三日變損失如二千五百點,好在局勢出現逆轉, 即時來看環境再改善,不過未來走勢環要看 A. 古的表現 永鋒金融集團研究部主管陶國斌Mk II At W.F.CODE.com 逢週六刊出